鍾博士的說法就是 進行學術研究就沒有必要做到這麼大規模 因為其實你有一個樣本的效果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即是說 浪費了很多錢 而在學術上沒有什麼重要性 又要浪費這麼多人 這個的確是奇怪的現象 當然我們現在尊重那些人 做一些不正常的事的自由 我覺得有人可能會這樣 但是作為政府來說 就不能夠不去理 如果說 在香港有一個機構 它是意乎尋常的 違反了在學術上研究的需要 要大量地做的時候 我覺得實際上真的有 立案去偵查的必要 即是 大家這麼多人指責就是 它拿來 它不是為學術的 或者是部分為學術 有一半是拿給政黨來賠票 這是指責 我想問 你會不會做呢 會不會找廉署來做呢 我相信 我相信 這個才是問題的重心 其實我當日跟彭 一雞三尾那個 彭健基說 不需要這樣做 如果有人這樣做的時候 你覺得有什麼意見 不如你不要讓他這樣做 就解決了問題 其實問題是 似乎有人 要是很笨 他大把錢 亂做 都是得相同的結果 要是 其實有人不笨 就是 轉這個空子 做了大量數據 是被 他屬意的政黨 做這個 配票 異言 是 不放進去 這個 選舉經費 兩人都不對 不放進選舉經費 也是刑事的責任 因為 不報上報 而另外一個 其實這樣 也是沒有做 確術自由 我想請教局長 到底你有沒有聽到這些意見 我記得我講了十次 你 你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不如這樣 又一律 又所有 包括鍾博士那些 研究都要用念書去查一下 到底是不是這樣 那就最好 是吧 他是沒有迫害的 如果知道了真的這樣的時候 沒有給政黨用 那他傻而已 就沒有問題 如果問題 我覺得大家講到別的地方 我自己就不喜歡干涉學術自由 因為我很喜歡自由 我很討厭人 就是奸謀 我最討厭這件事 我真的想聽一下你的意見 因為 如果不動用 廉書去調查 或者相應機構去調查 根本就浪費氣了 如果找不到真相 你會不會這樣做 好 局長 待會會一併回應大家的問題 還有一位 劉健兒 我們是很需要繼續容許 不論是學術或者研究機構 做好這些票站調查 我們很清楚知道 整體最重要最關鍵的考慮 做調查做研究是一方面 但是不可以影響到 我們選民 自行選擇去投票 這個意向 所以 去年 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很關注 鍾廷耀博士 他會不會 早些將這些 票站調查的資料 交給他的贊助機構 當然 及後 他將那個時間 押後到 晚上八點 變成同十點半 完結投票的時間 是壓縮了 距離壓縮了 風險也相對壓縮了 如果早些交了這些資料 給傳媒機構 而是十點半前 漏了這些資料出來 那責任屬垂 那時候是比較複雜 所以我總結一句 主席 我們多謝大家的意見 我們希望今後 我們繼續共同探討 為2012年的選舉 做好準備 多謝主席 我應該說 這個環子已經完結了 你有什麼問題 我想給局長澄清 因為他剛才說到 如果做了票站調查 現在法例是容許 又可以計算進去 競選經費 但最後又說 如果你早些透露了 又不行 所以我有些少混淆 現在局長最簡單講 是不是政黨候選人 是可以去做票站調查 做選舉工程 只要他撥下去競選經費 是不是現在法例容許 主席 道長想澄清一下 簡單答一答 法律是要求候選人 和相關的黨派 如果他們是推動任何候選人 是用到任何服務 或者經費 是要申報的 這條條例是適用於所有涉及到選舉工程的工作 而至於我剛才特別提一提 關於中博士和其他機構 是要在十點半以後才公佈 這個票站調查結果 這個是多年以來都是行之有效 大家都接受的一個原則 這個是講公佈 主席我相信回答了 清楚了 好 這個議題就完結了 很多謝中博士和幾位團體的代表出席 請問一下